燈片以及木架的部分 那音量的部分 各位老师觉得需要再大声一点吗 OK 可以好 那这样我尽量讲大声一点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设备有点多 那首先呢 就是如果各位老师刚刚在操作上 还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们会后会有简报 刚刚也贴在对话栏 但没有很详细的这个连接的步骤 那包含影片的部分 我们也会留在我们LINE的群组里面 所以老师如果想要了解的部分 其实后续都可以依据简报跟录影档 然后自己去完成这个IQDN的组装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老师说明的 就是我们除了做这种生活科技的课程之外 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 这个所谓的编程的动作 那编程的话其实很重要 就是它需要一个可以成功的晶片 那这个晶片呢 其实我们就会使用这个BBC 它推出来的这个Microbit的晶片 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老师介绍的是V2的版本 因为很多学校包含像南投线 他们当初采购的话 他们是采购V1的 因为它大概三年多钱就买了 那V2是去年出版的这个最新的版本 那它跟V1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最主要的差别 就是它有多了一个触碰感测器 所以它可以接触得到 我们有在触碰它 不管你手指放下去 或者你手指离开 或者你点一下 还是你长按它 它都是可以视为是不同的输入的指令 那它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就是也是因为它有多了一个 可以收音的麦克风 所以它可以去侦测到我们环境的音乐 像邀老师刚好提到 我们其实可以用环境的声音 去当一个开关 去启动我们的灯 这个其实都做得到 那包含它会去发出声音 那怎么发出声音 因为V1它其实是没有公鸣器的 所以V1老师都常常要自己外接喇叭 外接公鸣器才会有声音的效果 那V2它直接整合在它的主板上面 所以它其实可以直接去发出声音 那同时它换了一个新的大脑 就是说它的CPU也是换了新版的CPU 所以它可以执行大概8倍以上的速度 以及更多的程式 所以像姚老师早上提到 胡伟科大的陈国瑜教授 他用麦克风做这个滑翔机 那他使用的麦克风的晶片 就需要用到V2的晶片 因为他处理的资料量比较大 而且V2有支援蓝牙5.0 所以他可以接收的范围可以到150公尺 那他装在我们的手指滑翔机上面 其实就可以达到就是远端遥控的一个效果 所以那个其实可以应用的范围会更广泛 所以V2的部分 我们今天就会带着各位老师去做说明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 假设我们没有实际的主板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这些板子上面的功能 其实待会我们会进到MACO的模拟器 它里面其实就有这个所谓的主板的模拟器 可以去秀出来我们写的程式是否正确 那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数值 跟我们这些触碰按钮的功能 都可以透过模拟器去进行 这个我们的所谓的线上模拟的操作 那至于说他在实体上要怎么样去运作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会请我们各位老师这边 会用实物统计机来跟各位老师演示说 他的三轴加速度计是怎么样在实际的晶片上面 去做这个展示的 包含他的温度啊 磁力以及他声音 还有触碰按钮 还有我们的光线 这些其实都可以透过15桶 来展示给各位老师看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有准备一个小小的程式 那就是让各位老师看一下 麦克币怎么样去运用它板子上面的Sensor 在进行我们的环境的这个素质的一个展示 那我把时间交给Karine老师了 好各位老师好 我是Karine 那我现在来分享我们的荧幕给老师看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音量是可以的吗 现在这个音量 可以的话把我在留言处打个E 谢谢老师 好那我现在就会跟老师们介绍一下 就是麦克币他的功能在哪里 我们刚刚有介绍到他的那个触控感测器 那触控感测器呢 就是位于这个麦克币 他有一个很像猪鼻子的图案 那这是麦克币他的logo 那触控感测器呢 他就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里有 5x5 25个LED灯 那这25个LED灯啊 他就是可以 就是呈现你想要呈现的图案 或是数值啊字母之类的 然后他同时也是光线感测器 所以说我们 呃如果假设我们要侦测我们现在环境的光源 他就是透过这个25个LED灯去侦测 好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有一个A键跟一个B键 一个两个按钮 那我们可以就是透过按这两个按钮来去执行 就是我们给麦克币的指令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V2版本跟V1版本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会发出声音嘛 那发出声音就是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方块的部分 那这个方块就是我们新的功能风鸣器 然后有提到说有磁力感测器嘛 就是我们地球是有磁力的 那磁力感测器的部分呢 他就是可以像是指北针指南针一样 就是告诉我们现在的方向 然后这里有一个温度感测器 这个方块是温度感测器 温度感测器就是可以侦测我们现在环境的温度 然后这边的话呢 它是我们连接电源的地方 我们现在把电源接上去 我们来看看刚才介绍的 介绍的感测器有什么 就是可以应用在这里哦 好 老师们你们有看到 我刚才接电源的时候 他有跑出什么图案吗 看到老师可以帮我在留言处打上 就是看到的画面 好 没有看到的话 我再秀一次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有看到他出现 一个闪烁的爱心 这个是拍不太多 对 他出现了一个闪烁的爱心还有嗨 那也就是说我在MACON MACON是这个microbeat它的编辑器 我在MACON上面写出 当我启动它的时候 它会出现爱心还有嗨 好 那我现在按看看 就是这个A键 我们看一下它出现什么图案 然后我说你们有听到就是我在听放音乐吗 有听到声音吗 对 然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MACON 模拟器上面写出 当我按下A键的时候啊 它会跑出一个音符的图案 以及它会就是发出我想要让它的 发出的声音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想要让这个声音停止啊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做了什么动作哦 注意一下我的手边的动作 好 那你们有看到它 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个摇晃 就让这个声音停止了吗 那主要是因为这样子 主要是因为microbeat它上面有一个 三轴加速度的感应器 那这个感应器呢就是三轴是哪三轴 有XY跟Z X是横的嘛 那Y是直的 Z是斜的 那这三轴呢 这个三轴感应器它就是可以 透过上下左右前后的摇晃 来去侦测说我刚才就是给它的指令 然后进而去启动就是我在micro上面 给它的一些指令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假设我刚才有提到那个触控感测器嘛 那触控感测器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值 它出现了 20 再看一次哦 不是会拍不到 喂 叫老少少日 有看到吗 20度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溫度感測器 然後我們將它寫進MACO裡面 就是當我接觸這個感測器之後 它會跑出我們現在的溫度 現在是大概20度左右 我們現在的環境 好 按完A鍵還有B鍵之後 我們可以同時按看看A加B會有什麼反應 老師你們有看到它跑出1嗎 對 它跑出1 好 那我再換一個角度按一次 好 它一樣是1 好 那我按 換這個角度的時候它跑出了一個N 然後再換一個角度 好 說了W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啊 剛才我做的動作就是我們的指南針的功能 就是磁力感測器 它透過磁力感測器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利用Microbit 然後讓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現在的方位在哪裡 好 那以上呢 是我們將 Microbit的這些簡單的功能 介紹給老師 那待會會請Jay就是 跟老師們你們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使用這個MACode MACode的編輯器 好 那我們現在請Jay來跟老師說明一下 好 那各位老師就很高興 這次繼續由我來跟各位老師分享 目前的這個說明 那硬體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由Karina老師有跟大家說明完了 那我現在用切割畫面的方式 來跟各位老師說明一下 我怎麼樣進到MACode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 微軟幫Microbit 還有寫的這個線上變成平台 那它很好用的地方就是它不用下載任何的軟體 你直接連到這個網址 就可以到我們這個MACode的平台了 那所以這個網址的部分 我也請Karina老師幫我貼到我們的對話欄 請各位老師可以試著連到這個MACode的網址 那你可以直接輸入MACode.microbit.org 或者像我一樣 你直接在我們的Google的搜尋檔 然後你打MACode M-A-K-E-C-O-D-E 那就會出現我們第一個選項 就是Microsoft Makeode for Microbit 那這個部分你點擊進去 就會直接可以到我們編程的畫面 那各位老師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會使用英文的介面來進行編程 那所以要請各位老師在我們右上角的齒輪的部分 有第一個語言的選項 請大家先幫我們選擇是英文的這個介面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待會示範的這個範例程式 跟就是我們待會說明的這些功能的函視庫 都會跟我們簡報是一致的 那為什麼要用英文 其實如果老師有在 觀察到最近教師甄選的境況的話 應該會發現到說 其實我們2030年的創語國家 在我們的學校現場已經開始在運作了 很多創語的剪導學校 那以及很多科目都已經開始要融入這個 所謂的雙語教學 那用這個Matecode就是一個 很好去同步學習英文 跟程式語言的一個平台 那待會我們會演示跟各位老師說明一下 我們怎麼樣進行這個 同步學英文跟學程式語言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好那這邊的話請各位老師 就是先幫我們進到Matecode這個網址 然後進行語言的修改 那確保說我們目前都是一樣啊 就是是英文的版本 所以你出現的頁面應該會跟我展示的畫面是一樣 會有個New Project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確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來去選擇說 我們今天要使用什麼樣的一個程式語言 去編寫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專案 那第一個呢 我可以幫我們的專案去做命名 那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去命名今天的日期 譬如說今天是20227月16號 那我們就可以去知道說 這個是我今天寫的這個程式的專案 那同時呢 我們有三種不同的程式語言 可以讓各位老師去做選擇 你可以選擇是 积木程式語言 或者是Python的語法 還是要去選這個JavaScript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展示的是用积木的圖像化程式 來做這個相關的操作 那就請各位直接按Create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這個變成平台了 那這個變成平台的部分呢 它跟大家常見的Squatch 其實很像 就是我們有這個所謂的 圖像化的积木 可以讓各位老師 直接去做這個操作 那左邊呢 會有這個模擬器 可以去模擬 剛剛我們各位老師提到的 按鈕的功能 以及就是我們的觸碰感色器的功能 還有它的聲音跟喇叭的部分 都可以透過這個模擬器去模擬出來 那剛剛我們為什麼會提到 就是它可以同步學英文跟程式語言 其實各位老師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我們中間這排 我們叫做积木抽屜的 它全部都是這個所謂的我們的英文的 老師不好意思 是 老師不好意思 我們都沒有看到畫面 可能要盯選一下那個畫面 對對對 那老師目前有看得到我的畫面嗎 你要盯選畫面 要盯選 好 那請稍等我一下 那我把它盯選一下 目前的話 我直接分享這個分頁好了 那這樣的話 可能會比較清楚 那請各位老師稍等我一下 那我直接分享我們剛剛開的那個 MACO的分頁了 好 那請各位老師幫我確認一下 目前有沒有看到我們分享這個編程平台 MACO的畫面 有 OK 好 謝謝老師 好 那感謝各位老師的回覆 那假設說你們在上課的期間 有發現畫面的問題聲音太小 也麻煩及時跟我們做反應 那我們才有辦法馬上去做調整 很謝謝老師的回饋 好 那這邊請各位老師看到就是這邊有一個模擬器 我們可以去透過點擊的方式 直接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控制 那同時呢 剛剛有提到 就是假設說 我們今天要去做這個環境指數的這個功能 那他這邊各位老師可以觀察一下 這邊有寫一個Microbit V2 那就是說這個功能 只能給Microbit V2的主板去做使用 所以各位老師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左手邊 原本是V1的版本 那可是如果我把V2的這個控制機 木料出來 那他就會去變成是V2造型的這個模擬器 那剛剛提到的V2才有的新功能 觸碰感測呢 他現在也可以變成是可以點擊的方式 可以讓老師透過模擬器去做V2新功能的一個控制 那回過來呢 回到英文的畫面 不是中文的畫面 嗯 現在是英文的畫面沒有錯 好 那現在跳出去 然後麻煩到這個選單 那我再操作一次給老師看 對老師可以回到這裡 那右上角有個齒輪 那你可以去選擇這個語言的部分 那直接幫我們去選擇左上角第一個英文 那他就會選擇是英文的版本 那一樣我們就是建立我們的新的專案 那就是可以去選我們今天的日期了 好 好 那選擇完之後 我們可以去選第一個 我們要用積木程式去做開啟 那當然你想要做 純Python語法 我就把Script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用積木程式來做展示 好 那大家進到這裡之後啊 剛剛提到就是我們可以去透過積木塊去轉換這個 不同的這個啊 所謂的模擬器的功能 那我們的模擬器的主板也會跟著去做轉變 那同時呢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怎麼樣去做這個所謂的英文結合程式語言的學習 其實剛剛中間這兩 全部都是我們常見的這些啊 程式語言的指令 那我們其實會請小朋友開始去記憶這些積木的這個英文的單字 那我舉個例子哦 譬如說我們今天要請小朋友學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啊 剛剛Karin老師秀的 他在OMSTAR的時候呢 我們會請他修Stream嗎 就是剛剛Karin老師是修一個Hi 那我們就是把這邊去把它改成是Hi 那這樣他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就會去執行一個Hi 這樣子的一個英文的單字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要讓他去Show icon 就是出現一個愛心的符號 那我們一樣呢 就是在這裡去做一個Show icon 在Forever的積木裡面 然後會出現一個愛心的icon 那這樣呢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 用拓曳的方式去寫程式語言的一個 指定 那我們讓小朋友去記憶這些英文的指定之後 他願意去背這個積木上面的單字 那老師可以去觀察一下 假設我們馬上讓他去轉HiSense的語法 那他就可以去看到說 其實他剛剛背的這些英文積木的單字 都會出現在我們的原始碼裡面 那就可以幫助小朋友很快的 從我們的積木語言轉換成這個所謂 原始碼或者是文字型的語言 那為什麼Python那麼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教科書的課本 他都已經請小朋友開始在寫Python 那包含像日本他在今年9月份 Python也是他高中必修的程式語言 同時他在2025年的這個大學入學考試 他也是必考的科目了 所以這個是未來很重要的一個能力 那麼很希望可以透過像這樣子的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讓小朋友從圖像化語言可以轉換到所謂的這個文字型語言 那這個Matecode就是我們目前來做一個很好使用的一個平台 也跟各位老師去做一個分享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會跟各位老師分享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樣去進到我們今天的教室的部分 所以呢就是我會請各位老師幫我們去進到我們今天的這個教室了 那我這邊會去分享我們的簡報 請各位老師稍等一下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轉換JavaScript跟Python這個語法的部分 那因為很多老師之前在學校使用Microfit 也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學校是學術 有時候會去打我們的這個微軟的平台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建議老師可以先去下載他offline的版本 那他有一線的版本 那老師就算不連上網 也可以繼續使用Matecode去教小朋友寫程式 那這個連結我們會放在簡報裡面 那老師有需要呢也可以先download在我們學校的電腦裡 好 那今天呢就是會跟各位老師去分享說 我們怎麼樣去進到我們的這個線上教室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是目前我覺得最好用的一個即時寫程式的一個教室 那為什麼說他最好用 因為他其實是可以遠端讓我們老師都看得到 我們學生目前寫程式交作業的一個情況 那他要怎麼樣去做使用 其實有點類似TeamView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遠端電腦 他目前在做什麼樣的操作 然後他的這個有沒有完成我們指定的一個任務 所以這個其實是大概兩年前英國他們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然後他們大概停課了快一年的時間 那他們用這個Microbit Caution的線上教室 來教小朋友遠端去寫程式 而且他也是非常簡單 只要透過連結 你也不用去下載任何軟體 也不用付費 那直接請小朋友進入這個連結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遠端的編程 那我們從去年開始一直用這個線上教室 那學員的反應都非常好 然後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今天的機會 把這個線上教室分享給就是各位老師 讓各位老師來做體驗 好 那這個教室其實很簡單 各位老師就是 因為待會老師是先幫我扮演學生的角度 所以我就先不讓學生 讓各位老師開教室 不過你開教室其實只有三個步驟 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是你連到這個Caution.microbit.org的連結 然後去命名你的教室 然後選擇你要的語法 然後去Launch你的教室之後 就可以開好你的教室囉 那因為今天人數比較多 所以我跟Karin老師跟黑色老師 我們會分成三個組別 那會把我們三個教室的密碼 都貼給各位老師 那請各位老師就是依據我們的這個限次別 然後進到我們這個教室 所以待會兒的話 我會把這個我們登錄的密碼 傳給各位老師囉 那假設說我們今天開好教室之後 其實我老師就會取得這個叫做Dashboard的這個 登錄的密碼 它裡面呢 就是會有登錄的連結 跟我們的教室的密碼的這個圖案 以及它的PIN碼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把它發給我的學生 其實就可以開始進到我們的教室的部分 所以這邊呢就是我會請各位老師可以開始準備一下 那我會把就是要請各位老師進去的密碼 貼給各位老師 那要怎麼樣去分組呢 那分組的部分呢 我們有分成三組 那假設你是台中跟彰化的老師 麻煩你進到黑色老師的這個教室裡面 那假設說你是我們這個南投 新北考驗的老師 請你進到Karin老師的這個教室 那同時呢 就是如果你是其他縣市老師 不在上面這幾個縣市的話 那請你到就是我的教室裡面 那教室的PIN碼的部分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要貼上去了 那他的連結就是剛剛提到microbit.org.join 那就可以進到我們的教室裡面 那麻煩各位老師就是幫我們 就是進到我們這個教室 輸入就是三個老師的這個PIN碼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就是 來做這個線上遠端的編程 那我給各位老師三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先試著進到我們個別組別的教室 那同時呢我們遠端老師也會看一下 我這個組別的老師有沒有進到我們的教室裡面 那就麻煩各位老師把握時間 趕快進到教室裡 在南教室裡 在南教室裡 去吧 這邊 using教室裡 詞聲聲 Y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做反应 好 有什么问题的一个状况 那我的部分就是已经有 Johnny老师 Nick 07777 Rich 还有黄德林老师 黄金章老师 都有进到我们的教室了 那也请各位老师对照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组别的分配 那假设说 你是黑色老师 麻烦台中彰化的老师 进到黑色老师的教室 黑色老师的教室 他的这个教室的密码 徐千惠老师你是在圆东 圆东应该是彰化 彰化就是黑色老师这边 那他的登录的密码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第一个是Lang 然后第二个是Moss 那第三个呢就是Fire Engine 那最后是Gift 那你可以去想象 就是一个绿色的老鼠 他坐在小房车上面拿着礼物 那你的PIN码是948422 那麻烦你就是key in这个资讯 就可以进到我们黑色老师的教室 那请台中彰化的老师 先进到这个教室 那假设说你是南投 新北跟桃园的这个老师 那麻烦就是到我们的对话栏 找一下Karin老师的密码 那Karin老师的密码呢 就是他是Green Mouse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溜冰鞋 跟我们的篮球 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一只绿色的老鼠 穿溜冰鞋拿着篮球 那他的PIN码是295695 好 那最后呢就是我的老师 就是我的教室了 对那请各位老师 就是你是其他县市的老师呢 麻烦就是依据我的这个PIN码 我的是一只银色的小狗 坐在车上拿气球 那我的PIN码是245934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老师就是帮我们看一下 就是帮我们看一下 哎 好 那各位老师如果看大部分老师都进来了 像我这个教室里面 陆续像 有 黄清章老师 黄一枝老师 那陆续都有进来我的教室里面 那我也请就是Coreen老师 帮忙分享一下 你那边同学进校室的一个状况 好 好 那我请黑色老师先开始 这是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我们的账号台中的老师比较快 好 好 开一下我的画面 目前有30位老师在我的教室里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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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35位 34位 OK 好 那我们再给老师一点点时间 那 我们也跟哥老师分享一下 就是讲说 好 我们请小朋友进到我们的教室 等等觉得说 哎 小朋友会乱取名字 我们也可以去透过老师机去修改他的名字 那同时呢 我们其实会请小朋友在他前面打上他的座号 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去 直接在线上做点名 譬如说我们家 我们班上有30个小朋友 请他一句做好点名 那你这样排去下来 你就知道说 哎 哪一个小朋友他是没有参加我们的线上教室 他是没有出席 他今天是请假的 这个拿来当作一个点名系统也非常好用 所以这个也跟各位老师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那我请就是Kareem老师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南投 还有新北跟桃园进教室的状况 刚才有稍微再重新贴一下我们教室的密码 那老师呢可以再帮我登录一下 就是我们教室的密码是黄色 还有一只老鼠坐着车车 然后戴着一个太阳眼镜 那老师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画面 是这样子 那有老师帮我们重新登录 进入这个教室吗 现在还没有老师帮我进入这个教室 那可以请那个南投 桃园还有新北的老师们 帮我重新进入吗 有看到了 对 就是 当老师 当学生那一部分有进入教室的时候 老师这边就会看到 有几个人注加入了 那 老师们可以再更快一点帮我加入喔 好 那谢谢Kareem老师 那因为他教室有点问题 特别再次重新再提供这个PIM码 那 一样就是我们透过很简单的步骤 请小朋友到这个文字 输入PIM码 那我们就会看得到 哪些同学已经上线了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也会建议老师在 小朋友输入名称的时候 可以输入他的座号在前面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点名的动作 那同时呢 进到教室的老师 那就可以帮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这个选项 它里面有个选项 是可以去做我们的这个编程的选项 它叫Editor 那请各位老师 对 就是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Editor的部分 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编程 那我们再等一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会进行这个编程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编程的编程 也会进到我们今天要写程式的这个平台 那请各位老师就是帮我们点选一下 就是有个可以去编辑程式的这个选项 那你就会出现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可以拖曳积木 然后来进行今天编程的这个画面 那这个部分呢 那这个部分呢 我会请我们的这个黑色老师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怎么样透过按键去控制我们这个灯条 那同时呢 我们待会会展示说除了按键之外 我们怎样去显示这个连接我们的这个灯条 以及我们的这个升空的模组 所以这个我就把时间交给黑色老师了 好 那各位老师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画面跟我们做反应 好 那老师这样可以切到我声音吗 对 好 那可能要帮我定选一下画面 因为我的麦克风跟我的人的这个画面 不是同一台设备 所以可能要麻烦 等一下定选一下我的画面 好 那我分享一下 这样老师可以看到我一边是简报 一边是我的麦克风编辑器吗 嗯 有 可以 好 那我稍等老师们都进 差不多 我这边有45位老师 好 那如果老师没有问题的话 都准备好了帮我打一个1 好 差不多了 我看老师好像都进好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要来教老师怎么 劝达这些积木 来控制我们的灯条 因为刚刚老师有操控我们那颗灯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它可以控制它亮 所以我现在就要来教老师要怎么 将这个功能 用这个积木层次的方式把它写进去 这个Microbit里面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要学的积木呢 是 input block 好 它会长 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是紫色的 对不对 我的字都用紫色的 所以我们可以到旁边这一栏 最好辨识的方式就是找颜色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去input 这一栏里面 把我们的第一个on button a press 这个画面 这个积木 我们把它拉出来 好 然后可以跟我同步一起操作 拉出来应该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右下角这里 有一块模拟器 我们点它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边有一个A键 这边有一个B键 但是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上面看到一个AB键 有老师知道要怎么样才可以让那个AB键跑出来吗 好 那我直接讲 在这一块积木上面 这里有一个A 它是可以变更选项的 它可以选A 可以选B 也可以选AB 当我们选AB的时候 我们回到这个模拟器 点进去 有没有发现这里的B的下面 就出现了一个AB的键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操控这个AB的键 因为我们在电脑上没有办法同时按A 又按B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A加B的键 但是在我们的主板上面 我们就可以AB键同时按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 好 这样 这样也比较清楚一点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设定 我们要来设定它的灯条 有没有老实知道光的三原色是哪三个颜色 可以帮我打在留言区 这两个旁边就有答案 对 对 对 右下角没有Microbit是正常的吗 要不要把激怒拉出来看看 激怒拉出来还是没有啊 诶 怎么会有KGB 好 好 光了三原色就是RGB 好我们今天就是要利用这三个颜色 来完成我们的灯条 好 那我先教老师一个方法 你只要在积木上面 点右键 按第一个 它就会复制第二个积木出来 你就不用每次再到左边再来 去一直拉一样的积木 一直拉一样的积木 好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搭三个积木出来 因为我们需要A键 B键 跟AB键 好老师可以跟我重复操作 我们设一个A 一个B 一个A加B 这样 好 那我稍微看一下 老师们 老师们如果没有问题 有跟上 帮我打 先帮我把这三块拉出来 好 OK 好 好 好 可以 好 那我们继续 好现在呢 我们要在这块积木里面 让这个模拟器上的这几个点点 显示 一个字 字圆 一个叫R 一个叫G 一个叫V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让这个模拟器上显示这三个字圆呢 我们要在Basic 这篮里面 拉出一个show stream 我们把它拉出来 然后这里我们是写 hello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 R 好 那我们在B的地方 写上G 在AB的地方写上B 好 一样我们可以复制 好 老师可以给我同步把这三块加上去 这边改成G 这边改成B 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看模拟器上是不是 我写进去的东西它真的有收到 我们按一下右下角 的模拟器 好 我们刚刚是写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的简报 我们按一下A 的时候它会出现R 好我们按A哦 按 它有出现R吗 有 这样就表示有成功 那当我们按B的时候 它会出现G 当我们按AB的时候 它会出现B 有成功的老师帮我打3 好 有 好 OK 好 好 那老师到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继续哦 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拉出这个灯条的扩充功能 好老师可以发现左边这一栏呢 完全没有扩充 完全没有关于灯条的功能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加的符号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灰灰的加的符号 我们把它点进去 好我们灯条呢你可以再输入这个地方 打NailPixel 或者是因为这个功能实在是太常用了 所以我们直接滑到这边 就已经可以找到一个 很多灯的这个符号 蓝蓝的 然后上面很多灯传的这个符号 我们只要一点进去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功能呢 加到我们左边这一栏里面 有一个蓝色的圈圈 点点 这里 NailPixel 这边点进去就是所有执行我们灯条的记录 OK 好 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必须要加快速度 好 我们把它拉出来之后 好这边 我们在basic地方 因为我们要启动这个灯条 我们在basic地方 我们要拉出一个onsart 就是一开始它要执行的指令 好我们去把我们的灯条拉出来 我们拉第一个 我们拉第一个灯条 把它放到onsart里面 把它放到下面 这个可以看在什么 好 这样 会变成这样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脚位 这边是脚位 我们只设定在 我们只支援在P0到P3 所以 因为我这边接在P1 所以我就把它设到P1 然后是可以随便选择说 它到时候接的脚位是哪里 再选择它要 这边要设定成什么 好因为我们的灯串 有15颗灯泡 所以呢 15颗灯 所以我把这里的值 就是 RGB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光的三个颜色 因为这三个颜色可以出色 很多颜色 甚至是所有的颜色 好 这样呢我们就设定好 我们的灯条了 有更让老师帮我带 4 到这边为止 好 OK 好 那我请那个黑色老师 你分享一下 你翻唱的同学 看他是不是都要完成 你秀一下 你目前哪几个学生 有完成 那我就随便点 好 那 那个 1 2 3 我们看一下 写的怎么样 小说 有 有 有 是 是 是 OK好那这样的话就放我就是继续讲就是我们连接的部分 因为待会就是我们要连接硬体的部分 因为各位老师没有硬体 所以我就是会直接跟各位老师说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连接我们的硬体 那硬体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是要连接去做扩充 那扩充部分通常就是老师可以去使用这个扩充板 那只要有GPIO角位的都可以去做连接 那我们一般黑色是我们的负极就是接地 那红色呢就是我们的正极 那红色呢就是我们的讯号 然后就是S 那我们怎么样去连接我们的灯条 那其实只要根据我们这三个颜色的角位去做连接就可以了 那一般来说老师可以去观察你的灯条 那它上面一样是会有GVS的这个标示 那跟我们的这个扩充板上面的标示去做连接 那刚刚我们的Kareem老师有提到说就是我们要依据它的这个不同的角位去设定 比如说我们扩充板我们是接P1 你就记得程式要写P1了 那你的灯条假设你是15颗灯 那你就要记得你要去设定的灯条的程式是15颗灯 进行这个初始化的一个动作 那同时呢 那我们去确定连接成功之后 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去透过程式去完成这个初始化 那刚刚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写的程式码 它其实就会在我们的灯条上面去做呈现 那假设我按A 那我们就这个文字啊 就是会秀一个R在麦克服上面 那同时呢 它就是这个灯条就会跟着去闪烁变成是红色的 那B呢 就是Green 就是会变成绿色 那A加B就是我们的这个Blue 就是我们的蓝色的部分 这个就是改成用程式控制AB键 去控制我们的这个IQ灯的颜色 那除了IQ灯之外呢 其实我们后续也可以请各位老师加我们这个所谓的声音的效果 那声音的效果我们会放在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音乐 Music的这个积木块 它是深红色的 那各位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待会试着拉开看 那你要怎么样去控制这个音乐呢 它其中有几种不同的选项 你除了自己去编这个所谓的单音的音乐之外 那你也可以去编辑所谓的这个提示音 还是说你想要去用它预设的这个melody啊 用它的旋律去搭配不同的灯号 这个部分都可以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个展示 那所以这边呢我就是请那个黑石老师秀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灯条 然后就是做颜色的一个变化了 好那刚刚我们输入的程式啊 它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线上的平台嘛 如果各位老师你想要把你这个程式码 就是在我们的Microbit上面去做使用 那请此就要下载它这个执行档 把它烧录在硬体 它的左下角有一个download 那我们直接download下来 就可以拖曳到我们的这个Microbit上面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命名说 今天是一个按键控制灯条的程式码 然后你输入下载到你的电脑之后 你把它拖曳到我们的Microbit的主板上 就可以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程式 那这个部分我请黑石老师 你秀一下就是你目前的这个实际操作的情况 好那我这边秀一下我的画面 给老师看一下我的 这样 有没有看到我的投影机 有 有 有 好 那我帮他帮他答应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你还是去音话 OK 这样 好 那我现在启动一次给老师看一下 好 你好小恩 黃灯 绿灯 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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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師應該可以有聽到他的聲音嗎 他除了亮的之外 他還有音樂 藍燈 那 跟郭老師 老師 螢幕幫我一下 對 因為剛剛我少講到這個語音模組的部分 對對對 我跟郭老師做一個補充說明 好 那剛剛各位老師有觀察到 就是我們除了按鈕之外 剛剛我們黑色老師 他是使用這個語音的方式去控制它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可以請各位老師看一下 我們怎麼樣除了按鈕 然後也可以透過語音的方式去控制它 其實很重要一點 他就是有一個ASR的這個語音電視模組 那這個模組呢 他其實可以透過我們自己去定義 這個不同的聲音 然後去做這個相關的一個運作 那像剛剛黑色老師 他就是透過你好小恩去喚醒他 開始記錄就是我們目前的聲音 然後我們剛剛下的指令呢 就是去做這個紅燈 不同的一個燈號 綠燈然後藍燈的這個變化 然後同時呢 他連接的方式也是很簡單 就是跟剛剛的擴充板一樣 那我們就透過這個杜邦線去連接 他不同的角位 可是各位老師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他跟剛剛GPS不太一樣 他有多了一個 就是CL跟DA的部分 那為什麼他會有這樣子不同的 這樣子一個訊號 因為他是另外一個規格 叫做I2C的規格 所以也請各位老師就是 假設你手上的硬體是有I2C的話 你就要注意就是他在腳位上 要怎麼樣去對應他的位置 所以這部分也跟各位老師做一個說明 好那你連接完之後呢 跟我們剛剛登條的方式一樣 我們一樣是要做擴充 才有辦法去使用我們這個語音模組的這個功能 所以請各位老師到時候 假設我們要擴充語音模組的功能 就是到我們的extensions裡面去選 輸入這個網址 然後在GitHub裡面就可以去找出 這個語音模組的這個積目了 那你擴充完之後呢 那其實就可以去把我們相關的功能 去使用在我們的這個語音模組上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學習的方式 那這邊的話就是可以透過很簡單的方式 去做語音的學習 那同時呢也可以去清楚 我們已經學習的一個項目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待會會直接展示這個他的成果 然後去秀給各位老師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緊湊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其實是6小時的課程 可是我們希望可以在3小時內 概述的部分跟各位老師去做說明 所以這部分呢 就是後續老師有興趣 我們可以透過實體課程 讓各位老師仔細去做這個機器學習 那同時呢透過語音的方式去控制它 然後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控制 那這邊呢就是有這個他的延遲碼的部分 如果老師有需要這個延遲碼 也可以給我們去 簡報裡面都會做提供 所以這個部分老師之後 手上拿到語音辨識模組 都會透過它來進行這個自己做學習模式 自己去設定這個指令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 除了去做這個語音控制之外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希望說 各位老師可以開始去思考 我們傳統的這個生活科技的這些材料包 我們加上程式 加上這些新興科技的感測器之後 它會有什麼樣不同的功能 怎麼樣去應用在生活之中 所以這部分呢其實 我們這邊有準備一個小小的一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呢其實是蠻有趣的範例 那這個範例是當初我們在這個 新竹縣的華龍舟的比賽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龍舟體驗賽 那那個時候其實他們有準備這個贈品 要送給參加體驗的小朋友 那他那個時候其實有四種不同的這個獎品 會希望小朋友可以去抽出來 那有這個爬蟲機器的三角籠 還有我們的IQ燈 用我們的這個抱籠仿生壽的材料包 那因為他獎品的數量是不同的數量 每個獎品的獎項的數量都不同 而且呢我們要怎麼樣很公平的去讓小朋友抽出來 這個時候就可以透過程式去設定 那我們設定他用隨機的方式會出現不同 四種不同的燈套 那同時呢我們也可以讓每一種燈套出現的這個數量 我們透過程式去控制 因為我們那個爬蟲機器人比較便宜嘛 所以他可以出現130次 那我們的三角籠比較貴 他只能出現30次 所以用這種方式去控制我們的獎品的數量 我們就不用有一個人在那邊去記錄 大家是抽到什麼獎品 這個獎品剩下多少個 然後也很公平的 可以讓每個小朋友都有辦法隨機去取得 這樣子不同價值的這個紀念品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去解決生活實力的一個範例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跟各位老師做了個分享 那同時呢我們也希望說 後續他這邊有一個抽獎 燈的一個範例 那剛剛姚老師已經有秀給各位老師看過 他只要喊抽獎 那我們就是會出現四種不同的燈套 去抽出這種四種不同的統籠 對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跟各位老師做一個分享 那同時呢我們也很希望說 各位老師透過這個很短暫的課程 可以去思考看看說 我們目前手上做的這些 不管是IQ燈 或者是我們做的生活科技的這些課程的材料 假設說我們加上了這個程式之後 加上了一些感測器 我們要怎麼樣去引導學生 去用它去解決真實生活中的問題 然後把生科跟資科 甚至新興科技去結合起來 去培養到我們小朋友 可以去做跨領域運用的素養 那其實除了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語音辨識模組之外 也有老師會建議說 我可以加了這個環境溫時度的模組 他會可以去控制我們目前 譬如說今天是很熱 今天天氣超過33度 那我的IQ燈就會出現一個紅色的燈套 提起小朋友說 目前不能到戶外遊玩 它已經是高溫的溫度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天氣燈的一個展示 假設說濕度太高 那這個要排除濕機了 那我的IQ燈也可以同步 發出不同的燈套去提醒我們 那除此之外呢 也有老師建議說 他可以把它跟我們的植物土壤濕度 去結合在一起 那假設我們的土壤缺水了 它已經快要渴死了 那你的這個植物燈就會亮出紅燈 告訴你那個土壤已經快 你的植物已經快掛掉了 那就是會提醒你去澆水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生活應用 那像我們昨天在討論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加進去 那有些老師就會希望說 他可以把手勢也加進去 我開燈的一個開關裡面 你像上揮 像左 像右 甚至像前 像後 順時鐘 逆時鐘 都會有不同的這個手勢 會對應不同的燈套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應用 甚至說你可以去加我們目前 很多老師在使用的這個 所謂的AI的鏡頭 透過圖卡 透過這個不同的顏色 甚至透過不同的影像 去驅動你的這個IQ燈 讓你的IQ燈可以變成真正的 它有這個所謂的人工智能的 這樣子的一個應用 在這邊就是我們做的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說明 那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我會邀請我們 嚴恆國中的校長 來幫我們進行 這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抽獎的環節 那在抽獎之前 就是各位老師 如果你有對 就是我們剛剛說明的部分 有任何問題 其實都會透過我們的這個 Google Meet的對話欄 那以及就是我們的這個 Line的這個群組 那Line的群組 這次課程結束之後 我們不會馬上關閉 其實我們會持續 會跟各位老師分享 就是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煤切板的 Bowl的這個仿生獸 它一樣可以把 AI的影音模組加進去 也有三角龍的這個 四組的仿生獸 以及我們的六組的這個獎 甚至說後續吸管機器人 跟其他能夠跟深科 結合的這些裝置 我們都會在這個群組 跟各位老師做分享 那我們也很期待說 未來深科老師跟資科老師 甚至信心科技 我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讓小朋友運用他這些 所學過的能力 去解決真實生活中的問題 那接下來時間 是不是邀請這個郭校長 然後來幫我們去做這個 開場的動作呢 好 那個因為校長他在忙 周日夢還是比較雜事 我們請他聯合國中的校長 那吳信娟 吳主任來開場 來那個 麻煩那個 紅著你們那個抽獎的畫面 轉到你們畫面 可以可以 那我請黑斯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今天抽獎的畫面 因為今天很開心 有藍衣書局 有我們的艾比科技 還有我們奧斯汀教育 都提供很豐富的獎項 對 這個也是我有史以來看到 最豐富的獎項 因為麥可幣基本組 目前都一套都大概要八百塊 那食物同一級更不用說 這是好幾千塊的獎項 那這邊的話 我請他放大 我們的這個 搓搓樂的畫面好嗎 那我們這邊也會在我們的這個 對話欄的部分 會去記錄一下 我們目前是在抽哪個獎項 他們可以再放大嗎 那個畫面 那請黑斯老師 就是直接放大我們 抽搓樂的畫面就可以了 這個程式是那個 油鋪讓熊老師所製作的 那個抽搓樂 應該是沒問題的 至少我目前沒聽過 有作弊程式 你放心 那這邊都是隨機的 那待會兒 吳主任你就講號碼 他們有編號 從0號到181號 今天的參與者 我大概應該沒有了 講師應該沒有 我住家也沒有了 其他人才有 好 那就麻煩請吳主任來講個號碼 那麼先抽獎是抽哪一個 紅者 第一個獎品是 第一個是南醫數據提供的 BBC Microbeat V2 基本傳輸組 總共有五組 所以要麻煩主任幫我們抽出五個號碼 先從第一個開始 那也提醒各位老師一下 就是抽到你的姓名要記得 開你的鏡頭讓我確認 你不是掛我 然後我們要確定你在線上 那我們就會送出這個獎品 接收到你指定的一個地址 那請吳主任幫我們先做抽獎的動作 好 我就講數字 對 一個一個來還是一次講好幾個 一個一個來就可以了 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數字78 好 好 那 是憲鴻爐 憲鴻爐老師 那姚老師麻煩你幫忙 唱一下 如果鏡頭一下 好好好 是本人沒做嗎 沒有就充公了 確定是本人 好沒問題 那麻煩老師就是 抽獎一下之後 要麻煩你私訊我們官方LINE 就是你的這個個人的 收件資料 會把這個獎品 接收到你指定的這個柱子了 好 謝謝老師 這些抽號碼 那其他都照舊了 好 時間有限 第二個數字 131 黃正 黃正 老師 黃正 老師兩次 黃正 黃正智老師三次 出現了 出現了 老師有在 恭喜 有有有 有有在 好好好 謝謝謝謝恭喜黃正智老師 下一個 22 黃佩嘉老師一次 有有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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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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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獲得麥克風 來 下一位 101 黃余芬老師一次 是 額讚 我用足機 不好意思 好 抽機有聲音 謝謝 熱心國小 下一位 這有音效吧 這個可以開音效 我今天有這種音效 有 不過 可能要設定一下 沒關係 我們先抽 好 然後全面廣播 173 173號 謝俊玲老師一次 謝俊玲老師一次 郭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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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 郭俊老師 郭俊老師 三次 沒有人 那 充公了 換下一位 郭俊老師 第四次 那就 到遊戲規則 下一位 69 黃俊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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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 黃俊玲老師 三次 那會不會我自己拿回去用好了 黃俊玲老師 四次 OK嗎 黃俊玲老師 沒有 好吧 那就 又充公了 好 好 那下一位 好 那我們 改用分額分享 現在應該會有音效了 那請主任再幫我們抽出一個號碼 一四五 黃俊玲老師 郭俊玲老師 一次 郭俊玲老師 謝謝 郭俊玲老師 恭喜恭喜 好 那前面五個獎項麥克服已經衝出去了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們要到第二組 就是我們的其他的獎項 五十五 黃俊玲老師 一次 好 那也麻煩幫我們記錄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是抽這個 這裡 嗨 好 黃俊玲老師 有有有 黃俊玲老師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謝謝 我們這邊是送這個 我們的暴龍二組仿生抽的材料報 對對對 那我們會記錄在我們的這個對話欄的群組 說好 記得臉書開箱文一下 黃老師 採握一下 謝謝 下一位 九十七 九十七 留下一位老師一次 留下一位老師兩次 留下一位老師三次 再給你一次機會 留下一位老師四次 沒有人的話 好 那就下一位 好 下一位 六 林秀玲老師一次 林秀玲老師兩次 林秀玲老師三次 大家都掛網 有嗎 林秀玲老師 沒有 好 下一位囉 沒有意見 十八 六秋雲老師 在 在 露一下 恭喜 恭喜 好 下一位 一三五 黃嘉賢老師一次 黃嘉賢老師一次 黃嘉賢老師兩次 黃嘉賢老師三次 在第四次 在第四次 黃嘉賢老師在嗎 在 在 露個臉一下 乖乖 乖乖 謝謝 謝謝貝添老師兩次 要發聲 老師 老師 我在 好 恭喜 下一位 謝謝 謝謝 藍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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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賢老師 我看 我看螢幕了喔 好 有看到 謝謝老師 好 OK 好 下一位 一二二 很足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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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優秀喔 南投的 達人 好 好 好 下一位 記得要開香文喔 好 66 好 好 李維娟老師一次 李維娟老師兩次 在 在 恭喜 恭喜 下一位 來 1.7 7 0.7 好 好 陳信老師一次 在 好 快點來 我們倒點下課 好 恭喜你 下一位 恭喜陳信老師 53 53號 曾 曾 宇柔老師 有沒有在 曾宇老師兩次 我在 恭喜 恭喜你 謝謝 好 下一位 來 117 曾寧輝老師一次 嗨 在 露臉喔 好啦 有啦 有聲音啦 你沒有鏡頭 有 有 美女一名 恭喜鄭英輝老師 那 老師這邊開始就是三角龍的這個仿生受材料包 三角龍 對對對 156 156 156 許國書老師一次 許國書老師一次 許國書老師兩次 許國書老師三次 許國書老師三次 再給你一次 許國書老師在嗎 在嗎 在不在 不在喔 好 那就跳過了 好 再抽一個 吳老師 吳孫再抽一位 38 38 餵九一老師一次 在嗎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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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一位老師 得到一隻暴龍耶 那蠻貴的喔 一隻500多耶 三角龍謝謝 三角龍 好 下一位 133 姚老師 什麼事 姚老師 小老師 姚老師 稍等一下 什麼事 許國書在 不好意思 許國書在哪 對 喔 好 有留言了 不好意思 你有留言喔 都沒有聲音 好吧 那 那 應該是OK啦 我們是重寬啦 反正 這是要拔出去 有許國書 那就 好 好 許國書 陳思佑老師 恭喜 恭喜得到那個三角龍 恭喜陳思佑老師 下一位 70 楊玉璇老師一次 謝謝 好 這標準的耶 就要像這麼快耶 再慢就沒有了 好 恭喜楊玉璇老師 謝謝楊老師 好 感謝大家參與 好 下一位 九股 九股 老師稍微慢一點 好 我們要進入一下 好 不好意思 然後許國書老師 我們是提供三角龍的仿生送 所以這個就幫你夾在那個品箱裡面 那請各位老師稍等一下 那再次提醒一下 有抽到獎項的老師 要記得交我們官方LINE 因為我們需要你的這個收件資訊 那待會的話我們會貼在LINE的群組 請如果有個資的問題 就不方便請大家直接丟到公開的群組 請大家私訊我們官方LINE 那我們周一會盡快寄出這些獎品 各位老師 所以也請已經得到獎品 還有即將得到獎品的老師 幫我們留意一下 那就是要記得傳你的這個收件資料給我們 不然你的獎品可能沒辦法寄過去 越後面越好 越後面越大獎耶 真的很不騙你 對對對 要留到最後 下一位 下一位 五十分 一四六 恭喜教明星 老師 老師我帶 恭喜教明星得到三角龍 謝謝 鏡頭壞掉了 沒關係沒關係我聽到了 下一位 一六七 蔡文忠老師 一次 蔡文忠老師 兩次 蔡文忠老師 三次 他有回答 YES 有喔 我剛剛回應了 蔡文忠老師OK 恭喜你 可以賣歌風對不對 OK 看到你輸 紅花藍了 恭喜蔡文忠 下一位 下個老師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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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教文老師 在嗎 有 在那邊 恭喜余教文老師 中了三角龍 耶 我中了 沒錯沒關係 越後面越大獎 知道齁 中了也不錯啦 下一位 獎品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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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張佳芸老師一次 張佳芸老師 在嗎 我在 我在 好 謝謝 有有有 好 恭喜你得到三角龍一隻 好 好 下一位 一零一九 好 一零九 蔡奇志老師一次 蔡奇志老師兩次 蔡奇志老師三次 在這邊 在這邊 好好好 沒有逛齁 好很好 恭喜你得到三角龍材料包 好 謝謝 下一位 一二五 接下來是六竹甲蟲的仿生獸 一二五 這很貴的喔 更貴喔 越來越貴耶 黃鑽然老師一次 好 恭喜 好 恭喜黃鑽然老師得到 這個 這個 什麼龍 六竹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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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變形成萬巷輪車 他是兩用的 兩顆馬他很讚的耶 恭喜你 恭喜黃鑽然老師 好 我們抽下一位 一五零 一五零 四十一 四十一 張秀藝老師一次 在 好 好 去後面一定要在喔 他後面我要講快點耶 好 恭喜張鑫然老師得到 六竹 六竹綁生獸 好 五零 再抽下一位 一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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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宗志老師一次 黃宗志老師兩次 我在我在 恭喜黃宗志老師抽到六足仿勝獸 謝謝 放下一位 139 139 好 陳勝龍老師一次 陳勝龍老師兩次 陳勝龍老師 恭喜陳勝龍老師得到六足仿勝獸 你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無尊換抽下一位 77 好77號 葉宜 早 早 我在 有聽到聲音嗎 有聽到 恭喜葉老師 謝謝 然後六足仿勝獸 好 老師那那個仿勝獸的部分五組都送出去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愛比特技的 天啊都抽完了 對對對 那就愛比特技的AdoCat的部分有兩組 那也請主任 好 先抽手機架吧 好 手機可以可以 就是 這是 AdoCat的視訊專用手機架 四組 手機架在我前面有一組 正這裡 價值大概1,700 很高檔的 好 44 44 44 好 蔡英文老師一次 在這邊 在這邊 好 沒有去遺章 哈哈 好 恭喜蔡老師 她的手機架 很穩的手機架 好 恭喜你 恭喜蔡老師 無尊 抽下一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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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露臉啦 有有有在這裡 今天很開心啦 週末得到手機獎賺到了 恭喜徐老師 感謝感謝 四組手機他都送出去了 那最後就是DUECAP的視訊協作攝影機 最大獎齁 這個價值3,900 就麻煩無足的再抽 34 恭喜黃文春 我在 快很快喔 我再唸快點 超過3就沒有了 恭喜恭喜 最後一獎 最後一個囉 要注意聽好了 快結束了 12點要吃飯 171 171 171 這位很快 林鳳雲老師一次 林鳳雲老師兩次 林鳳雲老師三次 林鳳雲老師四次 沒有了 好是下一位 千里沒有了 好下一位 切球 有四男老師一次 有四男老師兩次 有四男老師三次 有四男老師四次 沒有 有四男 不要說我沒有給你機會 我幫他還有 我幫他還有 沒有沒辦法 這個你的名字不對 對 我們是公平公正公開 下一位 這是公平公正公開 我們又不尋師 來來來 我給了五次了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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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紅米老師 讓紅米老師 自敗 我真的 這是標準的 恭喜張老師 恭喜 謝謝 恭喜大家 我們最後就是拍大的照 我們露個鏡頭 讓那個 中藝星有個交差 交差那個成果照 因為他們 我們就稍微露一下臉 就十二點 剛好十二點 剛好準時下課了 太精準了 好 感謝大家 我們有這次機會 我們還有下禮拜六 也有一次機會 如果 愛顧燈不會做的話 我們下禮拜會開放年節 但沒有抽獎了 只有這次而已 我們全部獎品都收花了 那還會再下次 如果辦好的話 大家那麼認真的話 還有繼續下次的 我們就期待我們那個 課一中間要不要接手 好 那我們就拍個截圖一下 麻煩奧斯汀團隊 好 那 我們這邊截圖好了 好 好 那在截圖 我給大家30秒的時間 那同時呢 我也在做最後的提醒 就是剛剛有抽到獎品的這些 幸運的老師 記得要加我們官方LINE 然後就是我才有辦法把獎品寄送給你們 那同時呢 我們官方LINE的群組 我們會持續留著 就是我們會持續分享 深科加資科以及新興科技的應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會有相關的活動的訊息 都會在上面跟各位老師做分享 那假設各位老師在做IQ燈 或者想要結合 像剛剛有個老師 就想要把IQ燈結合 異能領域 我覺得就很棒 那個我們就可以提供一些建議 給老師他們去做這個 相關的課程的設計 好 那請各位老師幫我們開鏡頭 我們合影完之後 就要結束今天的課程 那請各位老師看一下鏡頭 我再講一遍 我再感謝那個 研合科技中心提供材料 還有獎師費 還有藍醫 以及艾比 還有最大的工程 年紅水利方 就是出錢出力 又出很多獎師 這是 這種廠商應該多 應該這種多來幾位就好了 每個週末都有獎可以抽 下次我要抽獎 我不要講課了 好 OK嗎 那老師 我們一樣剪刀石頭鋪好不好 好 好 那我數 一 二 三 好 剪刀 我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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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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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六 好 第三張布 好 這個是白白布喔 這個是白白的布喔 好 來 一二三 好 老師 就可以下線吃午餐 謝謝各位老師 很感謝大家的餐飲喔 來 我們就大約兩分鐘自動換機喔 拜拜 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跟那個LINE群組裡面 留下訊息喔 他都會幫你解答 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的參與 那也記得喔 就是抽到獎品的老師 記得要到我們的官方LINE 留下你的手箭資訊 那以及後續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透過LINE群組 跟我們繼續做聯繫 那感謝各位老師的參與 那後續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在我們的 官方LINE Sorry 就是LINE 謝謝 今天我們去看 我看羊群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